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习到一个传球练习。 这个练习能够改善您的传球技巧,提高摆脱对方盯防的能力,并且灵活地利用中枢脚转身。 练习的目的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,有人防守的情况下,成功地连续传球十次。 首先,请将队员分为实力相当的两组,根据每组的人数规定打球的场地范围。 就像正常比赛那样,定习从跳球开始,抢到球的一组要立刻开始传球,并且连续传球十次,中间不被对方抢断。 如果没有接住,篮球掉到了地上,就要将球交给对方。 相反,如果一方激励传球成功,那么传球继续。 持球的队员不可以运球,也不可以移动位置。 为了保证传球的成功,进攻方应该要能成功地摆脱对方的盯防。 持球队员也应该灵活地利用自己的中枢脚,转动身体,找到自己的同伴。 一旦一组队员成功地传球十次,该组就得一分,然后将球交给对方组,继续练习。 先得到十分的一组算是获胜方,现在您就学会这个练习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